今天早上无论是在吉隆坡第一和第二国际机场 还是东马沙拉越和沙巴的机场 有很多民众是到了机场之后才发现 几乎所有往返吉隆坡还有东马两州 甚至是飞去问来的飞机航班全部都取消了 让各地机场塞爆搭不到飞机的民众 场面相当混乱 大马民航局总执行长诺拉兹曼就发文告说 自从星期二印尼北苏拉威西省鲁昂火山 因为地震影响开始喷发之后 危险级别就已经不断的上升 而火山喷发的火山灰是已经漂移到了亚币飞行信息区 造成能见度降低 甚至还会干扰以及破坏到飞机的电子设备 威胁到飞行安全 所以民航局今天才会紧急决定要取消 多趟来回吉隆坡和东马两州的航班 来保障所有乘客的安全 那今天早上有报道就形容 包括马航亚航和巴迪航空今天紧急宣布 停飞来往吉隆坡还有东马地区的航班之后 沙巴亚币的机场有好几千人都被滞留 甚至当局说 整个沙巴有两万名的乘客都受到了影响 那有些乘客当中呢 他们有人是要飞去古晋参加亲友的婚礼 也有人是要飞到吉隆坡转机去卖家炒胜 现在无奈行程都必须改期了 那反过来 昨天在吉隆坡医院去世的前首相处部长左侧古律 他的家人呢也因为今天飞机停飞 暂时还安排不到把遗体运回沙巴老家的班机 而早前呢有消息说 这一项停飞措施呢 只是影响到明天早上九点 而各地的机场其实也有各自不同的说法 不过根据民航局最新的宣布 结束今天晚上七点 沙拉越上空的火山灰影响是已经消散了 而当局预计呢 今天晚上十点之后 整个婆罗州上空的能见度就会恢复 所以啊 明天各家航空都有部分的班机是可以正常起飞的 只不过呢 相关的细节就没有办法一一给大家说了 就要请明天呢 有搭飞机往返东西马 或者呢 要在沙巴跟沙拉越之间来回的朋友 多留意各家航空公司的最新宣布了 那我们再说回啊 影响到今天大量东马航班被迫取消的 印尼北苏拉威西省的鲁昂火山 其实从前天星期二晚上开始就大喷发之后啊 火山灰为什么会飘散到 影响整个北婆罗州的飞行安全呢 从地图上来看的话 鲁昂火山它是位于印尼斯拉威西北部 一个小岛上的火山 在地图上呢 你还必须要放大很多倍才能够找到这一座小岛的 接着呢 我们再来算一算呢 鲁昂火山跟今天航班被火山会影响的 沙巴亚币机场的直线距离 从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呢 是1108公里哦各位 所以你可以想象过去72个小时 鲁昂火山到底是怎么样的大喷发 才能把这么多的火山会吹到了1000公里之外的 波罗州影响当地的能见度 以及飞行安全了 从网上流传 当地居民从家里拍到鲁昂火山大喷发的可怕画面可以看到 即使是晚上 从火山口喷出来的亮红色熔岩 还是把天空都照亮了 甚至夜空中还能够清楚看到 直冲天际的火山灰云 像是跟大气层有剧烈摩擦 不断地打出紫红色的闪电 还有像仙女帮那样的火苗闪光 也有民众放大手机画面拍到 火山熔岩喷出来打在山体上的瞬间 隔着荧幕都能够感受到 那种热辣滚烫的威胁感 不得不赶紧逃命 那报道提到 印尼鲁昂火山是因为受到了地震影响 从星期二晚上开始喷发 到现在都还没有消退的迹象 反而容颜是越喷越猛 警戒级别已经从昨天的三级 升高到最高的第四级了 印尼当局这两天赶紧撤离周边上万名的居民 机场也紧急关闭了 而当地的气象局官员也担心 火山喷发的同时也会喷出所谓的石块 排出高温的灰云 甚至还有可能因为火山山体崩落到海中 而引起海啸 各位这些都不是杞人忧天 而是因为2018年在印尼的苏门达腊和爪哇的沿海地区 就曾经发生过火山山体滑落进海里面 而引起了海啸 当时造成430人死亡 有报道提到在有120座火火山的印尼 其实火山喷发很常见 但是像鲁昂火山这样高的火山发生大喷发 就非常罕见了 有数据提到 这次火山灰喷发的高度 是已经超过了一般民航客机飞行高度的两倍 甚至夹带可能破坏飞机引擎的二氧化流火山灰 也可能已经进入到平流层了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今天东西马会有那么多的航班被取消的原因 那么顺带一提 根据媒体今天在当地的观察 浪火山今天似乎是停止喷发了 不过你从照片当中来看 其实这个火山 它的火山灰还是持续的在往高空中喷发的 场面看起来还是相当吓人